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之所以就是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个实际上的结果 那也造就我想在这个礼拜 就是说连续假日之前 这个盘都还是以所谓的一个叫震荡整理盘为主 量缩的一个震荡整理盘为主 那相对来讲就是说 以线阶段就是说 以这一条这个月线 月线就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撑 强而有力的支撑 那目前这个月均线 月均线的一个位置点 大概是落在这个 差不多9800点之附近 9800点之附近 差不多9799 约列是在9800点之附近 就会是这个盘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那当然我想这个点数就是说 在昨天这个最低点 昨天一度大的一个77点 有快逼近到这个月线的一个相对的位置点 那后续我想这一两天 到这个礼拜五连续下车之前 都还有这种快速的一个压回 到这个月线相对的一个位置点 我想这个又都会是各位一个很很不错很不错 趁它做一个停顿压回的一个 拉回去找买点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买进的一个加码买点 那大家我想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 包括就是说 以线阶段这个月线是上弯的 那上弯的话 那月线本来就会有一个往上的一个拉力 往上的一个拉力 来做一个后续做一个创高 或者是说 做个往前来前高来做个挑战 那除了就是说 以月线包向继线 绵线包向 这些中天期长天期的一个均线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维持一个 这个多头的一个趋势 到目前都还不做改变 那往以这个盘的一个格局 从其一样只是说短线上走弱 短线上走弱 那问题站在一个叫 长线保护短线的这个前提之下 短线走弱的这个压回 我看这个压回 一样都是提供各位 趁它压回来做到 让锁定折优做个布局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机会点 那大家发现以这个盘的盘式的变化 到了下个月 就是四月份中旬到下期 相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我想在大概还有两三个礼拜的 这个时间之前 我们就是耐心的 就是说以这近期的一个策略 缝毁来做个买进 那大当的话 到了四月中旬的一个后续 因为毕竟四月朝十五号左右 就会陆陆续续来公布这个 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季报 那第一季季报由于这个波段 这个台币的一个态势 我想这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近期的一个台币的表现形态 我想台币的态势 就是说在最近这段期间 做一个不断不断的一个 不断不断的一个生殖 我想从这个 差不多一月年初的时候 差不多三十二点 这个二七五 一路修正到昨天 昨天已经快逼近到三十块钱 所以说这段期间 到第一季的一个时间点 台币生殖 它到昨天已经升了到七%左右 那相对于七%台币做生殖 那对一些所谓的外销导向的一些公司来讲 这个会对损失的一个压力 会在第一季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显现 那毕竟我想 如果说你的这家公司的一个 它相对毛利率不到七%的一个前提之下 你有可能就是说你获利的一个部分都会被 如果说也没有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避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结果 台币升值升得快接近七% 那这七%想当然而会对它第一季的这个财报的一个获利的部分 这个会对损失 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所以说我想到了四月份的一个中旬下旬的一个后续 我想这个这个问题点 等到这个这个财报 第一季财报做个陆续续公开的那个时间点 就会见真张 就会见真张 所以说到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就是耐心的 就是说 踩一个叫做缝毁来做个买进的一个多头策略 还不做改变 那当然的话到了差不多四月份中旬的那个时间点 会不会有一个策略面的一个改变 我们会在那个时间点 再来跟各位做详细的一个分享 那当然这是大函的部分 那我们再讲为个股的部分 尤其这段时间就是说 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强调的两个操作观念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买的一些个股 一定是属于叫好的公司 好的个股 那你有买 你买你锁定的是好公司好个股 不打紧 你还要加上一个叫做好的一个买点 好多一个买点 那包括像演的就不讲 像近期 我老师我们带给各位这个 上个礼拜这个体验活动的这一个个股 我想包括像中美金的部分 我想这档包团 当初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 这个时间点就是说 他刚好做回撤他的一个支撑 那42块6就是一个强额有力的一个支撑 那过压就是守称望 这是标准多头架过的这种个股 好的公司再加上好的买点 我想到目前为止 这一段的一个价差 每天大盘 就算有个大的震荡 那问你中美金的态势 走势都开始想想稳健 天天做个创高 天天做个创高 往这一段的一个 一个 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的一个价差 至少超过十几%的一个价差 那你就是说好的买点再加上好的个股 往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会带给各位 就是不赢也难 这是一个获利的一个保障 那另外我想我们给各位 第二个一个操作观念就是说 希望各位 另外另外一档个股是6451这个信心 往以信心的部分 我们在前天开始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做强调 往以信心就是说 这一波到昨天 昨天他又是做到一趟回撤他的一个季线的一个动作 回撤季线的一个动作 季线就刚好106块钱 并说往以这档标的最近这几天 之前放量工之后 有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缩量 那我们在前天就预告各位 三天内不动 我们就说 往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就是说 你不可能就说每档个股 买的就一定涨 那如果说你碰到那个不动的 因为毕竟它是量能出不来 那后续我想我们在前天就预告 昨天预告各位 三天来 没有去做到这样补量上工 那我们大概 我们就说我们当初带各位切入的价格 大概107块钱 100公斤 我想到现在106块钱 我们如果说到最慢到明天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叫补量上工 这个前提之下 那变成说我们这一笔的一个交易 我们就说会在成本这上下 小赚小赔 我们就先把它去做到一趟出场 那我们会针对一些 准备要去做到一趟发动一些标的 再来做一个资金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态势 那这是针对这个讯息的部分 我们也跟各位做的强调 因为毕竟我想是以这两个股 就是说它早发动晚发动一定会发动 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资金 已经不可能卡在这边卡太久 那等于是说 后续到明天之前 还没有形成一个补量的一个上工 那因为我以这一趟标的 毕竟是一趟底部个股 底部的股票 风险有限 其实风险是有限的 那变成说 你相对于我们就是说 在小赞小赔的一个前提之下 明天之前再不发动 那我们就先把它去做 换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就是操作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连续两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强调 这段时间 尤其说大盘在做的整理 大盘在整理的一个是当下 我想很多很多的一些标的 我们都听投资朋友们 你的一个操作 你绝对要保持一个 叫灵活的一个弹性 你不能死报活报 不能死报活报 尤其说你要是掌握住 这个盘中的一些变化的一个态势 我想这个态势 从上上个礼拜 我们从3360这个上例以来 我想这段高级有没有 冬秋 上上个礼拜 他爆出一个天亮 我要以赞养标的 他天亮之前一天是涨天 这一天我们在涨大概7%多的时候 他当天最多涨8%多了 我们涨7%多 大概25块 25块6的时间点 我们把它去做货率 那货率我想我们在当时的这个盘中 我们也都跟各位做预告 就是说这个量爆出他那个上市以来的这个新那个天亮 那底部出量是好事 高档出量 这个就不是好事 那我们在当初涨7%的时候 就带各位先做一档获利 获利完之后 我想连续一个礼拜天天跌天天跌 到昨天往这个一架差 往这个就是说你掌握住这个盘中的变化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跟紧我们的脚步 我们在当时把它去做到货率 我们价差了都快快接近两成的货率 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问题 卖掉之后 你如果说你就是说 当初你没有跟紧脚步 你没有卖的话 我想到暂时 这样下去 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一差差多少 一差差16% 差一个16%之多 不仅仅获利全部吃光光 我想这个到后来还倒赔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六四八八环球经的开始也是一样 连续五天创历史新高 创高之后 我们一样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五预告各位 他一样爆出他的一个天亮 头部出亮 这个又不是好事 那我们在当时也预告各位 两百五十七 你可以先算 那问题你不算的结果 再这样下去 一差差多少 一张差五百 一张差五百 情绪说 包括像这个我们的洪家军的这个二四一 二二三一四的这个台阳 每一样 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也公开预告各位 他礼拜四创高 创高大涨出亮 隔天亮急缩 急缩我们就说在盘中 早盘 还有紅帕帕 红盘的时候涨两三帕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先做到获利落袋 这个获利落袋大概两个礼拜 有创造25%的一个价差 获利放口带入个后续 我们在礼拜五节目当中 有公开告诉各位 这个我们已经出掉了 那你没有跟紧脚步 你没有去出道的投资盘 我想每天想 尤其在前天大跌6%多 在昨天就是盘装大跌6%多 这样下去一差又差多少 又是差16%的 先记录这个3406和郁金光一样 我们在前天去做到获利 获利完之后就昨天 当天涨7块的时候 我们破例就收盘剩下涨2块 那到后续我想昨天就做个大跌 这样就会跟我们两天差 两天的价差差了快接近20块钱 就说你一张又差了2万块的价差 所以我想你现在的时间点就是说 我们不断要跟各位做的强调 你跟紧脚步跟你自己闷着头去做 我想这个差异性在哪边 跟紧脚步我想这个 一买一卖价差四次少少 最少差10%以上 最少差18%以上 那这个是之所以 我们在近期有推给各位这个 我们这个6488的一个专案 就是说 这是对各位的一个成本负担最低 那问题 我想这一路以来 我们带给各位 不管是说红包个股 环球金中美金GIS 这个联光通红硕 我想这些短至少少 都是三层到六层的一个获利空间 你轻轻去做的一张高标 我想这个6488的几十倍都已经有了 那另外包括这些体验个股 GIS 台阳 甚至说这个中美金的一个部分 我想你任何一档你去做到 跟着我们去做到 获利到的投资方面 我想到目前 你可以这个6488的一个 这个几十倍的一个 这个会会 我们都已经全面进行 都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 所以说 你就是说 我们提供给各位 这个6488这个专案 这个对各位 就是一个月只要6488万 这个对各位的成本负担最低 那跟你说你就请各位 务必来做个好好把握 那尤其我们在这一两天 昨天我们有帮哥去聚焦一档 这个一样是底部个股 这个薄高片 就是说他已经 所有的条件都吻合 吻合 我们要败给各位的这种形态 就是说 他的一个态势就是说 这边起工之后 已经经过四个月的一个中断整理 中断整理完成之后 突破景线 突破这样的景线 那目前在做个回测 大概经过时间的一个多礼拜的回测 回测景线我想在昨天 昨天他大部分时间 只有三分钟是五分 一跌一毛 后续全部时间都是红盘 延续到今天也是全部时间都是红盘 以这档标的 相对逆势抗跌 抗跌尤其说他率先做个修正 就会形成一较率先的一个完成 搭底 来做个强谈 所以说这档高平 我们要带着各位 来抢这一段的一个 一比一 这是底部成型之后 是一比一的一个等五测量 中断整理四个月 那变成说 突破景线之后 回测完成 这档标的 不管是这档中低下 还是说我们另外一档这个高下位的 这档标的 在去年都是 获利跟他的一个配息 都是创历史新高的 这两档标的 我想我们在进行 会直接带各位开始 来做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从昨天到延续到今天 我们都陆陆续续来做个布局 那你还来不及上车的话 就把握住我们这个六四八八的一个专案 跟紧脚步 我们再赚下一档的一个标股 好 今天节目高的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